作品 可以让卫夫人更难以自控 随时自残地看家独物 只要以浓汤盖住味道 卫夫人吃了 定神仙难救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天真为你漫无 无忧无虑 夫人 布莲已经备好 可以启程去兰陵殿了 你看看这汤 我不是吩咐过吗 要准备清淡的汤水 怎么还是这么浓 奴婢想 浓汤可以更温润滋补一点 什么时候学会自作主张了 这几天你越来越古怪 难道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说 这汤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 没事 你要是不说 我现在就带着这汤去见皇上 夫人 去找皇上求死吗 拜见皇后 拜见皇后 臣妾发现殿中侍女行为诡秘 怀疑当中有问题 我看有问题的是你吧 多管闲事 这是本皇后的命令 是皇后吩咐的 是皇后吩咐的 这汤若不浓 又怎么能盖住味的 加了什么 我们每次送给魏夫人的食物 到底加了什么 加了什么你无需知道 难道魏夫人最近脾气暴躁 情绪不稳 就是因为这个 有些事 你心知就好 不 我绝不会这样谋害魏夫人 皇后虽后宫之手 全比皇上 但要我去害人 恕难从命 先别急着抗命 抗完这个 你再做决定 只怕 你看完以后 反而哀求我 让你去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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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公主 快 慢点 接住 小心 好 魏夫人最近可好 姐姐能不时来看我 心情好 精神自然也好了很多 别怪我多嘴魏夫人 以后还是避免跟皇太后争吵 顺着她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那天做了什么 逼着明月细说当时的情况 我才知道 我吃多么忤逆犯煞 可是 太医都看不出是何原因 我真担心 自己是不是患了什么病 再这样下去 皇太后 早晚会把卫长公主和时宜 都带走 没事的 你的病啊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别总是躲在殿中 多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 闻闻花香 烦恼自然会尽消 不愿意动啊 有时候 坐在这里 就唱一整天过去了 昏昏沉沉的 有的时候内心又焦躁难安 不可了 我们去喝点汤吧 正担心 像那天突然发作 会吓坏了女儿们 公主 公主 小心 小心 小心烫着 我太不小心了 没烫着公主吧 快 去找人清理一下 诺 我是怕他们烫到 一着急 反而吓到他们了 不可以没有问准 就随便拿东西吃 知道吗 姐姐 小孩子不懂事 千万不要介怀 没事 两位小公主玩累了 我带他们下去休息了 走 慢点 夫人 这汤不烫 正好入口 好香啊 lyn凉 反正 子夫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 我睡了多久了 徐丽夫人走后 你觉得累 就躺下休息了 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半夜啊 你要去哪儿 我去看看孩子们 有没有剃被子 不然该着凉了 两位小公主都睡得很好 你安心休息吧 我还是去看看 才能安心 那我过去看看 这段时间 你都没有休息好 还是好好睡吧 不要去了 这一出去的话 你回来又无法安睡了 你是不是有事隐瞒 卫长和时宜出了什么事 两位小公主 被皇太后带走了 什么 傍晚时 皇太后派人来 把两位小公主接走 皇太后 说是担心你的病情 子夫 他又把我的孩子抢走了 是吗 子夫 我要去见皇上 我要去见皇太后 子夫 现在夜已经深了 去了也见不到他们的 你躺下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好不好 我现在该去见皇上 子夫 子夫 皇上 皇上早就不理我了是吗 我整日烦扰他 你让他生业了 我永远见不到皇上 我永远见不到皇上 见不到女儿了 不会的 子夫 不会的 会的 我恢够好 魏夫人心情起伏不定 易怒难易 母后把魏长和时宜接走 便是无可厚非 可魏夫人举止失措 全因僧女而起 臣妾怕接走两位公主 她更不能自控了 朕知道 朕曾前往开节 希望她能忍耐等候 可她每次都哭闹着 向朕要女儿 朕稍规劝她 就只朕不体谅 母后那边又不肯让步 都是臣妾无能 不能解陛下之忧 不 皇后别自责 后宫事情繁多 难为你要上下调和 左右平衡 还要听朕土苦水 罚牢骚 这是臣妾的福气 明天臣妾去探望魏夫人 劝劝她 顺道转达陛下的关怀 这样对病情会有帮助 这些日子如何解决边疆战换 朕已经够烦心了 还要被夹在母后和魏夫人之间 真是左右为难啊 只有来皇后这里 喝一口美味的紫金汤 才能得一颗清净啊 但愿我这紫金汤 能让陛下天宁天静 好喝 陛下若过世烦忙无暇过来 臣妾就煮了紫金汤 亲自送去非常殿给陛下 为何不来啊 朕一定要来 一定来 谢陛下 现在只有娇儿你这里 才能让朕忘忧 能忘忧就好 但愿陛下 安乐无烦忧 但愿这金汤永远藏交 好 好